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 我国离岸风电争议之数学建模 我们的主缘有李松叶、周千贤、温君皇、钟晨 还有我,肖瑞轩 这是我们的大纲 1.研究动机 由于非再生能源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破坏之一显著 地球资源也面临匮乏的危机 发展再生能源是未来必然的趋势 其中,离岸风电将发电机台移至风场发达的海上 是解决风力发电效率不足的方法之一 如今,世界各国皆参与开发此项技术 而我国现今有两派想法 分别是超前派以及文件派 为此,我们将两派的各地目标做成模型 探讨其进度及可能性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要探讨出 离岸风电的发电量与成本带动之价值 和各派想法与每年之进度及可能性 为此,我们将两派分为文件派和超前派 并订定目标还有规划提侦 再来呢,我要讲的是模型电力的部分 这个模型呢,我们会把未来台湾所需要发展 把离岸风电所需要的成本以及利益做成一个模型 我们主要把成本分成四种 有地台成本、事工成本、后续成本以及开发成本 我们把地台成本分成两个细项 有组件成本以及海底基础建设成本 事工成本有志工期成本以及海上机台实用成本 后续成本有维修成本以及运维成本 开发成本有技术研究投资以及风电设备性产现建设成本 而总的利益呢,我们主要分成三种 有产业用单位用电可制造产值以及就业机会和外交获利 而机台成本呢,的数值计算 由于我们主要是参考西满子哥美萨公司的这个型号的机台 它的单位造价约为16亿新台币 因此它的总价格呢,就会16亿成本 让它有机台数量 再来是施工成本 施工成本的主要来源是在三基地的租金 而在施工期的时候那些租金 仍需照常支付 所以呢,会是施工期成本 加上施工两个月所需要的租金 这样就可以得出3,450万新台币这个数字 但后续成本呢,由国外的数据可以得出 一台机台呢,每年需要花费一万一千元的维修费量 而运维成本呢,大约可以分成三种 有风机保养成本 电厂周边设施维护监测 系统维护监测这三种 而它的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就是 每年需要支付3,349万新台币 因此当这两个相加后 就可以得出3,350万新台币这个数字 接下来是预估风机数量以及总发电量 由于西部沿岸有36处的离岸风力场址 以及其他相会公告的地方 因此我们预估离岸供电壳安装的面积 大约是5,640万平方公里 大约可以干2,305架的风机 它的总容量可以到达32几瓦 再来是单位电量与各产业可以产生的价值 我们主要探讨的是那些用电 它的制造产值是有极大相关性的产业 如制造业 它们的用电与它们制造产值的方式是极其相关的 因此我们在探讨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算出来的数字是85.22元每度 而这一机会呢 因为它的价值实在太难计算 所以不多做讨论 再来是我们的结论的部分 我们预估的发电量 它的总容量可以达到30G瓦 每年大约的发电量为455.4亿度 然后我们预估的总发展成本模 依待成本是工程本 机台运为费以及后续成本 这样总共加起来之后 再加上我们9年的时间 总共它的总共我们需要花费的数字为4.4兆 接下来我们将透过逆序推理来规划离岸封电的执行策略 何谓逆序推理 简单的说就是先设定最终愿景 再回头订定策略 首先看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 包含在2030年离岸封电装置容量达到3200万千瓦 并且具备外销风力发电设备的能力 而在制定策略之前 我们还需要评估自身的条件 以及预测未来产业生态的改变 在自身条件方面 台湾西海岸具有风速强烈 以及海水较前的优良自然条件 并可透过制定政策来创造国内市场吸引外资投入 然而台湾的自然环境也拥有多地震的劣势 再加上离岸封电业者规模较小 难以自主供应 发展仍然是困难重重 而在未来产业生态改变的部分 可以推测的是 规模加大的开发 势必带来开发成本下降的趋势 接下来就可以正式进入策略规划的环节了 接下来是文件派的部分 文件派主要主张为 已经国外技术并自行发展 生产风机设备 有点为有能力自然自销 而缺点则是初期发展会遇到瓶颈 可能耗费大量的资金 那左手边这张图是 文件派上升曲线的预测图 我们可以看到 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曲线的切线协域比较小 发展速度比较慢 必须要等到发展较为后期 成熟之后 上升的趋势才会更加明显 文件派的发展共划分为三个阶段 最终的目标是达到总容量32GW 并且连通电 架设路上电网 以及路上便电站 将所有风力发电机组所提供的 电力分配给用点 并且以完全掌握风电技术 有能力外销风电设备 第三阶段的可信性评估 我们认为架设电网等设备 可能引起附近居民的不满 且发展离岸风电也会对海洋生态 带来破坏 而若发展技术不够成熟的话 将难以看国外企业抗衡 第二阶段的发展规划 目标为达到装置容量13.5GW 并针对主要海域区块分块加设离岸风机 第二阶段的可信性评估 我们认为此阶段的发展 可能由于开发技术的不成熟 而使得进度不如预期 讨论到第三阶段可能面临的问题 由集中可行的解决方案 对于架设电网的设备 引起居民不满这点 下设前应做好神圣的评估 并且与附近居民达成共识 而罗斯担忧国内生产技术无法与他国抗衡 政府则应投入更大量的金钱 来扶植国内风机企业 第一阶段的目标为 容量达到3.5GW 并架设海底机装电缆 以及离岸风电领组 并建筑国产化 对于第二阶段所面临的 开发技术可能会遭遇瓶颈而拖延整个发展进度 这一点来看 我们认为可以派人才到国外学习相关技术 或者是请国外相关技术人员来台指导 那这张图统整了刚刚所述的各阶段目标 可行性评估以及解决方针 谈到各阶段的风险 在第一阶段 可能会因为技术不成熟 使得资方不敢贸然投入大量资金 且初期发展可能因能力较成熟的外伤介入 而无法稳定发展 第二阶段 由于风机的发电效率 会跟着技术的成长而年龄提升 旧型的机种容易遭到淘汰 容易使国内厂商望而却步 第三阶段的风险 若对比英国历年的数据资料 可以发现 Rail在2030年达到30GW 离岸风电建制100%是有极高难度的 因此若无法稳定的开发 势必会延缓整个开发过程 接下来是超前派的部分 超前派主张与外商签订合约 而我们这边以目前最新的风机机 总西门子公司的SG14.0222DD 来做为我们超前派后续的资料分析 而相对于文件派的优点 就是初期的相关技术会比较好 以及风电发展在初期有显著的成长 而缺点就是台湾的风机一旦出现状况 维修都只能靠外商 因此就会衍生大量的维修成本问题 再来就是台湾没有技术 左边附上的图表横座标示年份 重座标是风机发电容量 而我们是以英国的历年风机发展数据 来预测出这张图表 为什么是用英国的数据来进行预测呢 因为我们发现在所有的风电发展成熟的国家中 以英国的风场与台湾较为相似 因此用英国的风电发展数据来进行预测 是较为合适的 接下来是发展规划的部分 Round 3 我们把它定义为2028年到2030年 而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完成的目标是 最终装置容量达32GW 将剩余前立场指制风机架设完成 以及并联通电架设路上电网路上变电站 最后达到将所有风力发电机组提供的电力配给用电户 而Round 3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 路上电网铺设可能会受到附近居民的抗议 接下来是Round 2的部分 我们把它定义为2023年到2027年 而我们的目标是 在这个时候装置的容量要达到31GW 并且针对主要的海域区块 大规模的架设离岸峰堤 这时期可能遇到的问题 即是大规模建设可能造成成本过高 迫害海洋生态的问题 如果这个时候供应链又要整合的话 那就会造成投资金钱以及时间的浪费 当然大规模建设并不是说想要实施就能实施的 这中间还牵涉到海床是否稳固等环境问题 只有在环境能够支撑的情况下 大规模建设才有办法去进行 因此场子在这个时候是否有选定 会是大规模建设能够完成的重要关键之一 接下来是Round3的问题解决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路上电网设置可能会受到人民的不满 因此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与人民达成共识 并且政府应该规划完整的路上电网 以及变电站置建设图 让人民不会因为电网设置而感到困难 最后是Round1的部分 我们把Round1定义为2020年到2022年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完成目标 是与外商签订合约 并且装置容量达到12GW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建构海底基装 海揽 铺满等水下基础设施的安装 再来是Round2的问题解决部分 由于台湾拥有世界绝交的风场 吸引国外各厂商前来投资 因此政府可公开竞标降低成本 再来 发展离岸风电前 应该可以先通过各项的环平 再来决定是否进入下一个阶段 第三点 政府可以以政策的方式 来吸引各项与离岸风电相关的厂商 例如生产叶片的、轮轴、机舱等 来促使台湾拥有离岸风电相关的 完整的供应链 加速整体的发展 并且可以于现阶段 也就是2020到2022年的 然后同时进行整地及海虫保护 并且先期探勘及进行长治的调查 我们在这一页中 把前面所讲的东西全部统整为图表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将影片暂停在这边稍微看一下 接下来的这两页 我们把超前派的各阶段风险 稍微统整一下 这边我就不多说了 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最后的结论部分 接下来我要讲结论 这是我们各自将超前派与文件派所提出的主张 整理出的表格 超前派的做法能够在短期的时间内 达到政府的要求 但是若是后续遇到问题或者是风机毁损的话 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台湾在这项产业上就会是需求方 并不会有任何收入 相较之下 文件派在长期看来就具有优势 虽所需时间较长 但台湾能成为供给方 而且能带动国内经济 可是投资必有风险 若是在台湾 若是台湾在这项产业上 无法在国际占有地位的话 这项产业必造成亏损 而且亏损的金额可能比超前派更多 超前派与文件派的主张各有利弊 完全无法指出谁优于谁 我们以英国离岸风电发展曲线 作为预测我国未来发展之模型 探讨并推估未来十年间 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成长 然而台湾未来十年离岸风电 会是如何发展的仍是未知数 因此我们推估外 也探讨了各项发展的风险 可能产生的问题 并且寻找解决方针 以此作为未来台湾 发展离岸风电之可能性方向 这就是我们的报告 谢谢大家